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遍下跌西游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标注性的悟空阴线 八级阴线组 沙色阴线和下方 今天在16点附近出现了一个下插针的阳线 这个阳线是因为有一个特别长的下海线 所以我们看到的阳线实际上是 K线西游战法当中4小时级别的长色阴线 总而言之 本轮行情的下跌过程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 这轮行情下跌西游的目的是 是为了回补在上涨过程当中形成的重码缺口 那么我们看到目前出现了一定的反弹 反弹速度非常快 但是上方在15分钟级别 已经顶到了15分钟级别 169均线附近 证明这个位置上还是存在一定压力的 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 在大的时间周期 依然是我们之前给出的观点 那么这个观点意味着 在二三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 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 走出第三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 第四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 后面做出了盘整动作 那盘整动作我们看到了连续五周的盘整 都是围绕高点73777美金 做了一个四小时级别的收敛三角形结构 我们之前给出了 就是收敛三角形 在接近近交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变盘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四小时级别上 上方走出了四次的等位置波峰 那四次等位置波峰出现之后 符合了江恩的四次等位置波峰法则 因此出现了一个高点 72500美金高点出现之后 由于接近前高出现了一个快速回踩 但是这个位置上 我们认为比特币的价格已经趋于稳定 20天左右时间比特币就要面临减产 减产之后呢 将迎来第四轮四周线级别上涨 西游的八戒阳线 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 本周的事实上就有机会 走出这个八戒阳线 因为我们看到 在这个高点出现之后 已经基本脱离了 3月4日这周的收盘价 我们看到这个收盘价是在 69194美金 那么目前的价格已经基本上 远离了这个收盘价 因此呢 我们很快将会在图形上 看到比特币周线级别 八戒阳线 沙僧阳线 甚至是唐僧阳线 总而言之呢 目前是第四轮四周线级别 上涨协油的一个多头趋势 我们来到云图啊 这个是AI困最新出现的一个功能 在云图的涨跌幅 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市场当中 出现了一定的分化 我们看到昨天行情当中 大部分都是绿色的 有一些下跌呢 也是由于冲高出现回落之后 出现了下跌 那么今天出现两极分化 那么有涨有跌啊 证明市场当中板块轮动 再次出现 今天涨股榜排名第一的是Saga 这是刚刚在16点钟上线 Binux平台的一个次新币种 同时呢 我们看到BN IEO涨股榜排名第二是 ENA 这也是BN的一个次新币啊 还有就是HIS 这个呢在很多板块当中 我们都看到 HIS的身影 所以呢在上周就给了出来 HIS应该是一个重点布局 重点观察的一个币种 我们看到啊 BN IEO有它 元宇宙也是有HIS 那在很多板块当中 我们都看到了 HIS的身影 所以呢这是一个重点 关注的币种 就这一点来说 我们在前面啊 上周就给了出来 因此呢最近的时间 涨幅还不错啊 AR VR板块当中一谈 我们就看一下HIS 那么从周线角度出发呢 我们上周给出来的是 上周行情当中 它做出了一个突破性的K线 叫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 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 本周行情正在走八级阳线 上方是有沙僧阳线 唐僧阳线创出前面行情当中 23年2月这个高点预期的 因此呢 HIS这也是在多个板块 同时出现的情况下 并且在上周走出悟空阳线的情况下啊 应该是重点关注 还有一个例如呢 在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给了出来BEL 那BEL呢 是上周啊 和这个HIS 也是类似的是啊 它走出了一个周线的悟空阳线之后 再往上走是八级阳线 沙僧阳线 唐僧阳线 并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走势非常规律 前面行情当中在开盘之后啊 十余美星高点出现之后 一路下锁 然后反弹 反弹上来之后 到达五美金附近 开始一路下彩 回彩过程当中 形式收累 三角形在接近近角点的这个位置上 再次反弹 反弹过程当中 形成了长达一年的 横盘震荡整理 在最近的时间啊 出现了一个突破性的结构 这里突破之后 构成横有多长 纵有多高的一个走势 因此呢 对于BEL啊 它属于DeFi板块的一个龙头啊 虽然今天有一点的回彩 但是昨天是创出了一新高 所以呢 今天出现回彩 在本周 依然有概率走出 周线级别的八级阳线 所以呢 对于这种热点板块 热门币种啊 DeFi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啊 BL 给予一个重点关注 那还有就是 BNIO最近走势不错的是 ENA 我们看到今天也创出了一个新高 我们逐次分析 它在日线级别上啊 开盘第二天走出了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 那么上方再走 可能会出现八级阳线 沙层阳线 唐层阳线 虽然走势很强 但是我们看到围绕悟空阳线 经历了六个交易的调整 形成了一个售脸参脚鞋 那么这个售脸三角鞋我们在四小时级别上 看得特别清楚 这个售脸三角鞋 首先是一个回踩动作 然后回补 然后接近进交点位置上发动突破 目前已经在突破的过程当中 下方的一个支撑位是在1.25美金 所以是有机会走完它日线级别上脚西游的 对于BENIS平台 IEO的或者是Lunchpad的Bio 那么强势的有一些 也有一些不强势的 像那个前两天刚刚上线的W 非常弱势 那个就不作为关注 而ENA我们看到非常强势 走得非常漂亮的这个B种 应该给予一定的关注 虽然它总量还比较大 但是流通比较少 在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它是有希望走出日线级别上脚西游的 那么X314呢 是从昨天开始 我开始重点关注的一个链上的B种 大家伙管这个链上的B种呢 叫做一级市场 那在一级市场当中 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家伙都使用Pancake 使用UNISWAP去交易 但是通过X314的协议 我们可以直接向X314的合约地址打币之后 它的这个合约地址自动吐出314来 向这个X314合约地址打币之后 打BNB之后 它直接向我们吐出X314的这个代币 因此呢 它是对区中心化接约所 对比如说UNISWAP Pancake这些区中心化接约所的一个挑战 同时也是对C5的一个挑战 中心化接约所的一个挑战 因此呢 对于X314的协议 我个人是非常看好 同时呢 它有个通缩2100万枚 每天通缩它池子里的 总量的6% 同时呢 购买和出售都有2%的一个费用 因此呢 它是一个去C5化的一个通用协议 这个协议非常创新 因为这么多年 我们在DeFi上操作起来 首先是非常麻烦 第二个呢 是容易受到夹子机器儿的攻击 速率也很慢 有了这个X314协议之后 可能会对未来的 DeFi 这些去中心化接约所 C5这些中心化的接约所 构成非常强烈的冲击 因此呢 有通缩有销毁的2100万枚的X314 目前我比较看好 同时呢 在K线西游战法角度出发来看 前面的行情当中走了一轮 我们看到这里是涨率比较小的一个涨幅 比较小的一个上涨 然后最近几个交易 我们看到新的日渐级别上涨 一些悟空阳线走出来 最近走八戒阳线 这个上影线不算 昨天到今天是一个八戒阳线 再往上走 可能会走出沙层阳线和桃层阳线 那么在周线这个级别上 我们刚刚看到一个悟空阳线 那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 上方可能会走一个周线级别上涨系游 因此呢 在多重利好加值下 同时呢 我们观察到推特上 X314在推特上宣布 要上链以太坊链 现在是BNB链 是BP20 它要上ERC20链 在同步上线 ERC20链之后 可能还会搞一个水星计划 那在水星计划当中 可以在全部链上去进行通队 那么它将会打开一个新的市场 那么好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同时呢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对我K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找我去购买这本书 感谢大家 再见